大家好,我是Professor Lee 大家想不想有强健的体魄 容光焕发的面貌 最重要的就是活出彩虹的人生 如果都想的话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五 收看我这个潜能频道 而在第三季的潜能频道里面 每一集我都会送不同的礼物给大家 在这一集我会送一包鼻敏通给大家 只需要大家在这一集赞好、分享和留言 记得CAPTO 传来这个电邮地址 我就会送一包鼻敏通给大家 鼻敏通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可以解决我们的鼻敏感、鼻炎、流鼻水 如果经常打黑痴、鼻寒、上呼吸道有问题 都是可以用我这个鼻敏通的 而且我这个鼻敏通 是在2019年的时候 是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 一个150个人的医学临床 而证明了我们的鼻敏通贴 比西药有效15% 其实鼻敏感真的很辛苦 特别在现在空气这么差的环境下 很多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鼻敏感的问题 尤其是小朋友 差不多有90%的小朋友 都有不同程度的鼻敏感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小孩现在是非常富裕 他们一出生就在空调的环境里面的成长 所以他们对环境和空气 或者是温度的差距的适应能力 是低了很多 所以很容易就会有不同程度的鼻敏感问题 而且鼻敏感听起来是没有办法跟着的 但是用我们的 细巴潜能的鼻敏通贴的话 只需要连续用三个月的话 它又非常之有效 可以跟着大家的鼻敏感问题 在以下的片段里面 我亦都会非常之详细地 跟大家去分享 我们的鼻敏通贴 可以帮助到大家什么症状 以及是怎样的用法 细巴鼻敏通贴 一包里面就有12片 打开包装之后 我们就会见到鼻敏通能量贴的样子 我们所有能量贴的正确贴法 都是两横点就向上 英文字母就向下 XX这两个英文字 就是我们鼻敏通贴的简写 首先我会教大家 怎样测试我们的鼻敏通贴 是一贴即见效呢 其实非常之简单 我们只需要合上嘴 然后只用鼻孔去呼吸 我们有两个鼻孔 你就用手放在鼻孔上 看一看你两个鼻孔 是不是都很畅通 是不是都有气 这样去噴出来 如果你只要有一个鼻孔 有少少塞的话 你立刻把一个鼻敏通贴 贴上去两个眉心的中间 你立刻就会觉得 鼻是通了 而且眼睛都会光亮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以鼻孔是互通的 所以当我们贴了鼻孔通贴 基本上连你的眼膠 或者你眼蒙的情况 都会是改善的 这个测试就是证明 鼻孔通贴一贴即见效的威力 如果你有鼻敏感 过敏性的鼻炎 或者是鼻竇炎的话 例如你每一朝起床 鼻都很痕 不停流鼻水 打黑痴 这样你就有鼻敏感的症状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相信都持续了一段时间 如果有持续性的鼻敏感 鼻竇炎 过敏性鼻炎 这样就要贴三个月的疗程 如何贴呢 非常之简单 我们用一片的鼻敏通贴 就是贴在两个眉中间的位置 如果你说贴着这么肉酸 在街上怎么走呢 如果你出街的话 是可以将鼻敏通贴 就贴在肚瓷对上的月位 因为这个月位 亦会通到鼻的位置 但是都说多一句 如果你想有效点 快点的话 当然贴在两堂眉中心的位置 会更加快 和更加有效 如果在家里 又不用见人的话 我都会建议 你长期贴在这个位置 三个月之内 你的鼻敏感 就会得到根治 不过在这里 我都要提多一句 有很多人可能贴了一个星期之后 觉得已经好 早上起床 没有鼻敏感的症状 于是就不贴了 我想在这里 都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人的细胞 如果要完全收复的话 是要90到180天不等的 如果你的鼻敏感情况 已经超过了三个月的话 我们是为之一个长期的问题了 那就算了 你贴了一个星期 我们的鼻敏通贴 觉得好很多的时候 如果你不贴的话 很快就会翻发的了 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 要坚持贴足三个月 当然我们的鼻敏通贴 对于一些突发性的 流鼻水、伤风、鼻塞 或者感冒的话 是可以产生即时的效用的 亦都是同样地 将鼻敏通贴 贴在两个眉心的中间 这样就会有效地收鼻水 通鼻塞 非常之有效 这个就不需要贴疗情 因为你是突发性的感冒 突发性的流鼻水 至于你贴到自己 觉得已经是好了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贴了 鼻敏通贴 除了可以舒缓鼻的问题之外 其实它对于喉咙痛 咳嗽 和上呼吸道有问题 都非常有帮助 我们只需要将一块的鼻敏通贴 贴在喉咙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有可能很多人 都会有敲喘 或者是长期咳嗽 长期气喘 我们都会建议 就是将一块鼻敏通贴 贴在喉咙的位置 都是要贴一个疗情 三个月去修复了 喉咙衰弱细胞的情况 鼻敏通贴其中一个用法 应该是非常受人欢迎的 它就是可以改善鼻寒 和睡眠窒息症 有很多人睡觉的时候 都会很厉害的 打鼻寒 有时候如果你旁边 有你的伴侣 在旁边睡觉的话 都挺辛苦的 所以我们这个鼻敏通贴 如果贴一块 在眉心中间的时候 就会大大地改善鼻寒的问题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不妨买一包 偷偷地在你伴侣睡觉的时候 然后贴在鼻中间 你就可以试试 是不是伴侣的鼻寒少了 而你就会有一觉好睡 睡眠窒息一样 只是名字 都了解到 在睡觉的时候 血含氧量比较低 因此它就好像窒息 不能呼吸 突然之间会哭一声 这是睡眠窒息症 如果贴一块鼻敏通 在两堂鼻中间的话 亦都会大大地改善 这个睡眠窒息症 如果真的有严重的睡眠窒息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量一量 在睡觉的时候 用一个Oximeter 我们的血含氧量的检测仪 看看血含氧量 是不是低过95% 如果认真有睡眠窒息症的话 单凭贴一片的鼻敏通 是不够的 那就要用我们的强废增氧贴 想知多些关于强废增氧贴的资讯的话 请大家收看我们第五集的潜能教室 我想介绍给大家的就是 现在抗疫期间 每人每一日都长时间 这样戴着口罩 其实都很辛苦的 特别现在夏天快来了 如果你长期戴着口罩 也是不能呼气的 如果你把我们一块鼻敏通贴 贴在口罩外面这个位置的话 也帮助大家呼吸得非常之畅顺 始终鼻敏通贴都会有超过90%的软红外线 也有相对抗疫的能力 即是说如果在抗疫期间 我们是贴一片的鼻敏通贴 在我们的口罩上面 既可以呼吸得更加畅顺 亦都可以预防一下病毒的侵入 当然如果再加多一片 我们的纳米雷芯 就可以加多一片安心了 关于我们的纳米雷芯 是可以收看我们以下的片段的 我们的纳米雷芯 是经过美国Nelson Lab的检测 PFE高达99.47 即是空气里面离子的细菌 是我们是可以隔绝99.47% 是非常安全的 而且我们的纳米薄膜的密度 是小到0.1个微米的 而新冠状病毒的体积是0.12的微米 所以必须要用纳米的类芯 才可以隔绝到新冠状病毒的 这个资讯非常重要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看完介绍之后大家事不宴迟 快点来赞好分享和留言 结束了图后 传来这个电邮地址 我会送一包鼻敏通给大家试一下 而如果对我Professor Lee的介绍 对世霸潜能有信心 最重要的就是相信我们的临床 比西弱有效15%的话 立即买3个月的鼻敏通 我Professor Lee 非常之想帮助大家鼻敏感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有鼻敏感的朋友 是非常之辛苦的 特别是小朋友 所以在我这个节目出了街之后 大家可以来我的官方网站 买3个月的鼻敏通療程 可以获得半价的优惠 如果看到我这个节目的朋友 希望你介绍给你身边 所有有鼻敏感的朋友 做一个分享 可以令到有鼻敏感的朋友 跟着他们的鼻敏感 而你作为一个介绍者 也是做了一件很好的功德 如果你介绍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3C分享计划 如果想详细知道我3C分享计划 可以收看我这一集 详细地了解我们3C分享计划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去信我这个电邮地址 我会很快地回答你们的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世霸潜能 有三项的免费服务 第一个就是免费微血管的测试 第二个是免费的15项 心脑血管MRA的检测 而且我们的店铺 亦都是欢迎大家免费试贴的 事不宜迟 请打电话来 2152 0090 预约 下个星期 我将会介绍更多 我们公司的产品给大家 下个星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